女人好心给落魄姐姐送早餐,却发现丈夫躺在姐姐床上 几天前,家俊终于打败曹家俊 本以为许家大仇终于得报,却被告知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 自己的亲生父亲竟是仇人曹正芳 原来尼姑素平是曹正芳的二姨太 当年怀着家俊,被大太太追杀在许家院子里晕倒 没想到素平生下孩子就去世了 许家夫妇把他送到尼姑庵里去超渡 却没想到素平居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看破尘世的素平留在了尼姑庵 这天无意间听到,心价曹正芳的就是许家的儿子 为了不让儿子犯下杀害亲生父亲的罪恶 在不得已下,素平急忙赶到曹家告知一切 杀父仇人便亲生父亲 家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跑去找老三喝酒 半夜喝得烂醉回到许家,恰巧被营地看见 并把家俊抚回自己的房间 原来营地听见营秀和许母的谈话 得知家俊是曹正芳的儿子 没想到家俊的身份这么不简单 此时营地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第二天一走,营秀去给姐姐送早餐 金屋却看见营地和家俊躺在一起 家俊急忙拉住营秀解释 可耐不住有人故意搞鬼 许牧大骂营地是个婊子 家俊却句句句都维护营地 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营秀看不下去直接离开 收拾行李就要离开许家 家俊正拉着营秀继续解释 另一边营地又开始作妖哭闹着要走 家俊看了营秀 无奈转过身去拦住营地 营秀失望地看着家俊的背影 毅然居然地离开许富 没想到刚出曹府就遇到了曹瑞 两人随意判谈几句便分开 却没想到这一幕被营地的朋友王清看到 家俊回来后 营地立马迎上去 在家俊耳边煽风点火 撑自己朋友半路碰起营秀和曹瑞坐在一起 有数有效十分开心 家俊听到这话 欲脸都不耐烦 营地又开始趁机表示 自己现在装情于家俊 还想要搬到家俊军队的宿舍 家俊直接拒绝转身离开 营地看着离开的家俊懊恼不已 这人是真笨还是装傻 自己都表示的这么明显还听不懂 这边营地还在埋怨家俊 另一边家俊快把家边赶到神家 对着营秀申请告白 营秀却不想继续纠下去 从小到大 营地想要的东西一定会抢到手 这样争来争去 不如直接让给他 说完就要离开 此时家俊从背后一把抱住营秀 到处自己会和处处忍让营地的真相